刚买的系统还没有时间得意 就已经过时了 印度怕是要气炸了 在18年的时候 印度他们一直在和俄罗斯讨论 关于购买S400反空导弹体系的细节 关于这个金额就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了 这笔交易可以说是基本的情况落定了 两个国家就差没有正式的签署合约了 但是也就是没有签署合同 印度在购买这个武器的时候 遭到了美国的警告 这也是因为印度购买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的话 将会对美国也是有着一定不好的因素的 美军也就开始有点行动了 一直向印度推销他们的爱国者系统了 其实印度想要买S400的防空导弹系统 也是有很大理由的 因为中国已经买了这个系统 如果印度不买的话 可能巴基斯坦他们会购买 到时候印度的空军战斗机 他们将会面临着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威胁 所以印度他们就认为 一定要比巴基斯坦购买这个系统要早一点 那么巴基斯坦他们就可能不会再去购买这个系统了 印度他们的空军战斗机也就不会受到这个系统的威胁了 可是让印度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印度刚刚购买了S400系统之后 俄罗斯的媒体就发表 他们已经在开始生产S500防空系统了 我想印度也是要欺诈了吧 这就是印度刚刚购买这个系统的威胁